那個是一個南亞裔人叫德仔 他基本上一條頭髮找不到 年輕,今年30歲 用了洗頭水加精華素 用了一個半月 見到我們現在的廣告 圓形頭殼、出頭髮的情形 他的毛毛都用回了,全部都出回了 可能遲些,等毛囊疏通了之後 會濃密很多 好了,回來星期二得道 第二節 其實要講一宗足球的消息 好像是上星期發生的 好像是中國的U20 20還是21還是19 我忘記了 U21 20還是20 U20,即是20歲以下的組別 一個青年軍 跟德國對賽 是否什麼友誼賽還是什麼實質比賽 都不是很肯定 因為報紙好像不太清楚 只是說中國的U20去到德國 當地有人舉起雪山獅子旗 中國隊見到二分填空 霸踢 霸踢 其實是否可以判他輸3比0 如果霸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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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霸踢一隻數,輸少一點 是啊,霸踢了霸踢一隻 下去的人數9比0 像烈子敦士登 那樣就更糟了 中國不是這樣演繹 中國叫我們的中國隊 大好形勢 本來可以狂數德國10比0 是啊,幾個很有威脅的射門 你有沒有看網上有一段 我也不知道是真還是假的 有人當新聞寫 就是說,意大利和荷蘭和中國等強隊 等強隊,入不了世界盃 入不了俄羅斯、世界盃 非常可惜 那我覺得都寫得不錯 因為至少香港和中國 在世界盃為賽兩場都打王 那麼香港無緣無故變成強隊 香港是強隊 香港是區內斑法 哈哈哈哈 即是區內是以知香港澳門 吼國二輸就被黎巴亂 是的 喂,輸一球給黎巴亂 黎巴亂數北韓5比0 是啊,沒錯 如果以五、五、二 就這樣照稱實力 是不是很強啊 是啊 吃人心都沒用啊 是啊 所以呢 這隊,我們要講回德國隊 德國也是一隊強隊 明年世界盃 老實說 去得俄羅斯的世界盃 南美球隊都沒有允限 不是啊 人家德國那隊是業餘部隊 不是真的跟德國打我 你要想一下 是U20 那中國都是U20 那他不可以拍各腳下去的 當然拍各腳下去都是 雖然以前重的 不過國內不是這樣寫的 國內的新聞是這樣寫的 你有看到嗎 我有看的 他就說 我們中國球隊形勢一片大好 在沒有發生事之前呢 就瘋狂進攻德國 有幾個埋門機會 險球 直到雪山獅子旗出現 停了三十幾分鐘 但是已經將我們中國的國家隊 就的士氣打擊了 所以到最後最後輸3比0 是因為掛了雪山獅子旗 令到我們中國隊的士氣低落 所以輸3比0 原來是會這樣的 是啊 不是應該那個士氣更加高昂嗎 是啊 紅酬敵蓋嘛 打倒德國鬼子 這個德國鬼子亡龍之心不死 中庸雪山獅子旗 分裂我們中國各黨 勾結藏獨 對 五獨 五獨最獨的一獨 藏獨 僵獨 台獨 港獨 還有什麼獨 蒙獨 如果五獨俱全應該加盟蒙獨 記得了 那還有什麼地方讀 沒有了 是內蒙古而已 說真的 人家有個蒙古國 你那個內蒙古 你應該給人吧 這個內蒙 是蒙古自古以來的神聖領土 如果追溯多一千年 全中國自古以來 都是蒙古帝國的領土 沒錯 你什麼時候搞效 什麼時候回歸烏巴托 現在 是不是 講自古以來 是不是 人家蒙古人西征的時候 你在哪裡 你還沒出生 是不是 要講歷史了 學一下那個大校教授講 是不是 蒙古帝國西征的時候 你在哪裡 你老爸連精蟲都不是 你爺爺都是 是不是 人家講一下歷史 要講回歸 是不是 不過 我借這件事 國旗國歌法 我們中國人 應該奉公守法 我們以後 所有球隊 球唱 我們都不能夠 響國歌 響國旗 只要我們帶一支 雪山獅子旗 其實我覺得挺好 說美感都不錯 雪山獅子 有美感 有動感 雪山 是一個形象 就是一個地點 獅子活靈活現 有動感 所以這支旗 我們用欣賞角度 雪山獅子旗旗很久了 清朝的時候 是不是清朝的時候 首先這支旗 有一件事 這個也是少少的歷史 就是近期的歷史 就是說 其實這支旗 曾經在這個 中共立國之後 的十年之內 是合法地飄揚的 就是四九至五九 沒錯 因為當時其實 還未 還未翻臉 不是 中共那個說話 是未能夠和平解放西藏 就是說 我們說得 淺白死 有些人怕不明白 什麼叫和平解放西藏 就是未困咎 這個叫做 什麼 單爭加醋 還是 達賴 這個十三世達賴 當時未困到他 所以 因為未哄到 那女兒上床 一定是 不是啊 好說話說盡 十四世達賴 其實 神祖 已經 其實他不是爭取獨立的 他一直都是自治的 而且其實他早期和毛澤東關係是好的 是 因為沒有偷渡 其實那時候他對毛澤東算是相當順從的 有一首歌叫做《在北京的紫金山上》 如果你現在找回這首歌 你看一看歌 就有作曲人 但是作詞是永遠不寫的 是 因為作詞人就是大賴喇嘛 哦 中文來的 是 國語 國語 北京的紫金山上 他懂得國語 他懂得中文 他語言也挺厲害的 哦 嘩 那我們大家都要找一首歌 除了廢墓雪山屍之旗之外 還要播這首歌 《在北京的紫金山上》 是嗎 是啊 以後沒有人說這首歌 是誰作詞的 哦 以後不說的 要是避開 哦 我們一定要說一下 要大力宣傳一下才行 但是呢 如果將來呢 這個中國隊 再來香港比賽 那 不只是香港人用的 你知道嗎 我覺得 這個對於亞洲足協的其他國家來講呢 都是 一樣 很好的一個 一個實驗 我們不要說我們是什麼武器 當作實驗 我們呢 要實踐一下 看看是不是 逢是中國隊一看到這支旗 就馬上同仇敵蓋 是吧 輸三比零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呢 我剛才在想 喂 既然你出了去 那正常你拒絕作賊 就當你輸三比零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不會讓步的 我們這支旗是永遠揮墓下去的 你要是不要做 那就別踢了 是吧 全亞洲 只有中國球隊出現的地方 你想贏球 很簡單 是三支旗 是吧 早同仇敵蓋 一出就搞定 你想說 是的 即是呢 第二 香港會不會有機會呢 長期把這支旗到處揮舞 逢是有中國隊出現的地方 因為一支旗呢 只是摺起來 找個袋 就這樣袋著進去 是嗎 你真的有本事 你收我身 但是你國際足協 我又不開國歌 又不開國旗 那我揮動這個雪山師之旗 那我又沒有為例 那應該都催你不將 照計是 除非釋法 又釋法 那沒辦法 你唯有釋法 是不是 我猜大陸就會給壓力 這個亞洲足協 唯有國際足協 你猜上次 罰了香港 不知道幾萬元 那次香港歌手 幾萬元很小 叫這個梁孔德給就行了 你猜那次不是大陸給壓力嗎 這個梁孔德大陸 梁孔德很有錢 所以不怕 是不是罰他就可以了 是的 叫他自己電嗎 喂 幾雞東西 他拔毛也不止幾萬元 買這個位置做也要 大哥 但是又要講講 這個 這個香港這個足總 那個鬼佬CEO 是 就非常之過癮 是 他就說 大中底 有一堆 拿著這個 中國國旗 就是出來 就是打對台 和香港歌 那些 我猜下次不能做 怎麼知道 那些人一奏完國歌之後 那些人散了一半 又多 哦 是呀 只剩下很少人 只剩下30人 那他就說 這些人收錢來 支持國歌 最重要的一句就是 比響國歌的那些人更差 因為你不是真心支持足球 運動 這樣這麼老實 會不會做的 我看法他都預料了 都預料了 那些鬼佬也有點骨氣 就是 你看到那些不對的事就說出來 除了馬飛心 馬飛心就是 老江湖而已 老江湖 沒有骨氣 沒有骨氣 第二天呢 一離開這個不可以 那些骨氣就有了 沒錯 一離開香港就有了 對 那些骨氣就有了 我們除了說這宗足球 也要說一宗比較遠的地方 要說說這個 有多遠 非洲的國家 羅德西亞 即是現在的津巴布韋 津巴布韋 大陸的另一個營業用名 好像是嗎 還是台灣的 辛巴威 台灣的辛巴威 就是台灣 大陸好像都是津巴布韋 要查一查 因為他津巴布韋最出名的 其實就是他發行的紫幣 真的突破了當時藍斯拉夫 發行過一張五千億的紙幣 是唯一大過當年 是唯一面積大的陰獅子 比德國威馬共和國時代 比這個匈牙利戰後 是的 因為當時藍斯拉夫有內戰 那些貨幣大幅貶值 出過五千億 當時我店舖也經常賣這些 很好賣的 那些人覺得 好過少陰獅子 幾十元而已 我賣三十多元而已 那時候很便宜 那麽呢 就變了 最近 這幾十多年 被津巴布韋淘汰了 因為津巴布韋 出過一張紙幣 好像是一百萬億 是 我數不到 一萬億還是一百萬 總之很誇張 不懂得數 彈掉那張五千億 是吧 那陰獅子也沒有那麼大面� 對 出資不是收了董 對 不是啊 他貨幣沒有人要用美金 他是 他直接廢了自己的貨幣 全國 他用美金 他用兩種貨幣 一種是美金 一種是南非的難特 難特 不是用人仔嗎 不是用人仔 又說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都不夠朋友 現在都沒有什麼好老朋友了吧 搞成這樣 不是啊 是不是空之和平獎得主 是啊 是啊 但是不要緊 比王家比沒有去拿 他說這些不是官方的東西 是啊 他還說沒有公信力 是啊 比王家比說你沒有公信力都很嚴重 真的 這個是當時是一個很重要的新聞來的 因為孔之和平獎得主也不是很多個 其中連戰拿過 普京拿過 穆加比拿過 另外還有一個 不知什麼 卡斯特羅 卡斯特羅 是啊 喂 死了兩件 卡斯羅 死了一個 一個被人軟禁 這個下場都不是那麼好 他會不會繼續搬下去呢 希望 希望繼續搬下去吧 是不是 那又有路捉一下 你明白嗎 最近這個叫做 穆加比呢 就被人家軟禁了 是不是 被軍方軟禁了 我都放了他出來的 他一樣是正常的 不過呢 就給了消息去 就告訴他 不是啊 把他趕出黨 他老婆被人家驅逐出境 是不是 現在都不是很透明 不是很清楚的 不過就 都沒有什麼好事的了 老實說 這次是一個政變 是不是 那軍方 死人都說自己不是政變 是清君側 清君側 就是清了 莫加比隔離的那些人 是啊 那些犯罪的人 他就沒有說 要清莫加比自己 就是他老婆 那個是 因為他要傳給他老婆 那這個就好像 我們香港某高官 就是那個老婆的親戚 哦 不是啊 他老婆那邊的親戚 其實是他自己的兒子 是啊 一樣 是 這個穆加比呢 他把這衣服出來 全部都很色彩的 五顏六色 又黃又綠 哇 還有他把自己的樣子 印到他的西裝那裡 穆加比 這個 這個厲害 哦 這個是 他曾經 其實不是曾經 因為他現在93歲 那頭近 沒理由做到100歲 老婆總統 想把這個位置傳位給他老婆 他老婆50多 是啊 可以繼續做到50年的 正常來講 但是呢 這個叫做餘衣算盤呢 就被軍方粉碎了 因為呢 現在推舉一個70多歲的人出來做總統 那個原本是副總統 副總統 就是被他燉了冬菇 啊 就是被他燉了冬菇下去的 那 其實呢 他一直都是軍方支持的 那 那軍方可能現在看他不順眼了 是不是 所以 非洲那些 的政治 老實說 都是由軍方控制的 但是很多國家都是由軍方控制的 那 那軍方 除了 販毒之外 就可能是 開菜鑽石啦 血鑽啦 那 那 都沒有什麼好東西做出來的 那 那這些 你說的 叫做貿潮篩衛的東西很平常的 是不是 都不少 就是 經常都發生 那麼多國家 眨眼又一個 眨眼又一個 不是的 當年這個卡達菲上台都是政變的 他而且連上教軍閑都沒有 智峰做上教的 他很懶惰的 就是普通一個衛隊的 隊長來的 其實是 但是呢 被他奪了權之後 智峰做上教 是吧 根本連上教都沒有 就是這樣 更加不要說 連將軍是更加不到 都說上教都沒有 很低的官階來的 不過就被他成功了 成功奪權 搞幾十年了 那麥加貝也是差不多 他是80年上台 80年 獨立的時候上台 當年 如果你說回 羅德西亞 當時在非洲來說 是經濟很好的國家 欣欣向榮 當年還是白人 因為是英國殖民地 但是獨立了之後 就趕走那些英國人 就是趕走那些白人 就把這個國家搞到一塌糊塗 又貪污 他不止的 因為其實呢 他原本是兩個領袖的 一個叫納哥莫 一個叫莫加貝 兩個是不同族的 其實是 就是夾粉一起去到 爭取獨立的 就是雙錯管制 但是呢 獨立了之後 這個納哥莫 是被莫加貝 排擠 兼且打過內戰 趕走了 後來是 那死了 納哥莫死了 死了很久 其實他搞定了之後 其實都要一段時間搞 搞完之後 他才開始收了那些白人的農莊 開始搞那些東西 是 即是他等於沒收人家的財產 是 那麼 將這個叫做 樽巴布偉的那個 經濟搞得很差 那麼經濟差之餘 還貨幣大幅貶值 所以就出到一百萬億 那些鈔票 而且呢 一百萬億都沒有用 都變費子 一直貶值 那些是 應該用來秤的 銀錢是秤 還有用間赤一度 是啊 真的都沒有用 不是啊 那時候 很多年前 剛剛越南 剛剛 打完海戰 越南盾海也是不值錢 我們看的時候 都是用淡挑 一拿一拿 錢出去買東西 而且是 一收了錢 馬上要去買東西 蜿值 不是便是貶值 等等便是要牽值 是的 另外要多拿 就是這樣 跟這個金元券的貶值 出道一樣 我想比比過還分 差勁 也未必比 金元券 當時都是上周到下周都不同 上周叉烧包要50万 下周已经要80万 但是那里比较厉害 起码可以出到这么厉害的银纸 金元券还没得到 金元券那时候最多 我见面额没有1亿 几千万 我见是有1千万2千万 但没有见过1亿的面额金元券 那它去到100万亿 我想金元券比不上了 我也数不到一个零 对了 十七八个零 当时在想 这么多银纸去买叉烧包 吃点银纸还饱了 你把银纸咬 那两招肯定比吃叉烧包 对了 不过味道差一点 可能你如果非洲人 那个腸胃好一点 容易吸纳 可能可以吃那些银纸会饱一点 没有用的 吃下去是没有热量的 不好意思 这件事会不会预示到一带一路会惊激满途 这件事我觉得不会 因为这个世界有一件事是可以买通任何人的 叫做人民币 因为无论你什么目价比也好 看到人民币就第一时间跪在那里 未必 首先第一件事 就算翌日看到翌日跪在那里 另外一件事 现在先赖了帐 先赖了第一笔 赖帐这些东西湿湿碎 就让你赖了 赖了第一笔 不用自顾 是因为当年中国这个大陆 饿死人的时候 饿死人的时候 出了多少东西给亚尔巴尼亚呢 还有这个纳米比亚呢 越南呢 当时整船整船的那些粮食就拿去纳米比亚 接着就说那些粮食质量不好就倒入海 接着阿尔巴尼亩建它建碉堡 在阿尔巴尼亚呢 就建了五十万座碉堡 不止 还有运了一些很漂亮的钢 给它本来做工业用的 谁知道呢 它们拿出来做什么呢 就是拿来注入霍茶的帐 哦 全街都是 哦 那也有用的 将来可以用的嘛 那我们看到一带一路呢 未来一定不会有大问题 因为天大的问题呢 都可以用人民币解决 还有一个东西 就可以印就能够解决的了 最多印够一万亿而已 不用啦 有人偷偷印了你鬼子呀 拿去给非洲 那你 你拿了多少债呢 你不是三几百亿 你这个纳巴布最多是三几百亿 不用啦 不断意 喂 拿一支红布 画了它就没了 是不是 欠带上面画一画就没了 不的 一定是很多这些事发生的 你可以等着看就可以了 是啊 所以没问题 这个一个不稳定 新上台的又要跟你中国打好关系 继续做生意 继续做生意 喂 它们都想的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呢 不会对一带一路靠成任何实质威胁的 短期可能有点波动 好像股票那样 那么 那个 那部位呢 未来的发展呢 就是这个 93岁 这位 这位长者 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就又退 又落幕了 那中国人民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朋友功 可能不是那么好 那些缘分呢 薄一点 你知道啦 一个这样去世 尤其是非洲最多老朋友 这个中国人民 在中东和中非洲很多啦 那在这个东欧亦都不少啦 那东欧亦都不少啦 那东欧亦没了很久啦 差不多死了啦 就是一个一个呢 离他而去 那现在连这个 最有福气的这个穆家贝 九十几岁 都就来都不可以再做朋友了 是吧 那唯有他将来好像什么 学一下那个西虾老客亲王 是吧 可以去中国作客 在那里去北京那里 那是不奇怪的 可能 这个可能是存在的 因为你记得 当年呢 这个寿西斯谷 临到被人推翻的时候呢 是有传闻说他去了大陆的喔 哦 那他想去大陆 就去不了啦 走不掉 被人截住了 是啦 枪斃了 你说如果他回到大陆呢 我想啊 起码活到现在 你知道大陆的 那些疗养也好 是吧 那邓小平又吃烟 又喝酒 都会开九十几岁 是吧 才死 黄振又九十几岁 是吧 所以呢 你说那些 就是领导人呢 如果在他们的本国里面 有些不如意呢 我建议他们呢 可以去中国 有人就说呢 其实寿西斯谷当年搞成这样呢 都跟这个中国有关的 有什么关系呢 他上台的时候呢 其实不是那么封闭的 其实算是 开明的领袖来的 寿西斯谷一上台的时候 哦 但是什么时候搞成这样呢 就是他去完两次大陆之后呢 他学了大陆的东西 哦 就是老毛的年代去大陆的 去访问的 哦 哦 老毛年代去大陆 就是老毛害死他了 就是 访问完之后 他反而变得很封闭 哦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搞坏外国了 就是输出他的独裁在外国 不知道啊 那他可能学到东西呢 看到 眼观四眠 二庭拜佛学了东西呢 那很多国家都学到东西啦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卡达菲也是这样的 他也是学老毛的 出本六宝书 是吧 将毛语改成绿色的嘛 就是变成他的卡达菲的语录 哦 因为你知道 利比亚国旗就是一支绿色的旗 一支绿色的旗 全绿色的旗 全绿色的旗 是什么都没有 那 是不是说完了 这个叫做非洲这件事 是啊 不过刚刚看着很失望 很震惊 是 做了一分钟 不要说 要说一下 德国 组党 不是 早 谈判破裂 现在 基盟盟和这个自由民主党 散水 可能 迫克尔 即使赢了大选 都可以提前落台再选 哦 提前落台再选 就是没得赢了 是吧 不知道 我还没看这段新闻 刚刚刚说 哦 那 下一节回来再谈 我们很荣幸请到 帥哥阿力士来接受采访 是 阿力士呢 那人是否自信心大了呢 基本上本身都是 你吃敏迪呢 吃的剂量是多大呢 通常都是 我会吃四粒的 哦 即是你都不是十分严重的 基本上 是吧 因为我有些网友 是银舌病的 都要吃到八粒 因为他的头要爆头那只 应该是很严重的 对你来说 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我想腸胃最大的改变 腸胃最大的改变 即是除了牛皮线之外 其实我原来 很多年来都是有这个腸胃敏感 即是腸敏感 即是很容易肚的那些 敏迪其实原理上 即是所有敏感 他都可以有帮助 基本上 那现在就不会说 整天肚痛了 以前一喝到冬水 就会立刻肚痛 立刻来 还有你的皮膚質素 都是改善了很多 没那么红 没那么红 那是否追了 是不是疲了呢 没试过 那这件事就叫 Tony介绍的女朋友给你 Tony那么多女朋友 你吃多少天 开始觉得有效果呢 我就 因为我几样都有改善的 哦 几样都有改善的 你是八毒神菌那样的 不是 腸胃敏感 牛皮线 加上臉有些红肿 那我大概吃了 一瓶左右 已经有明显概善 现在我都吃第三瓶了 那现在全部都开始退 退得很快 今天健康解码呢 我们请了王小姐 就分享她 吃了敏迪之后 那个情况是怎么样 你好 你好 我是王小姐 我应该两三年前 被蚊咬 被蚊咬完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 它不好之余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将伤口越来越大 不停化开了它 很厚 变成了你身体的肌肉很厚 很厚 很厚 是的 现在是细达了很多 其实我是两个星期之前 上来吃饭 买了一支敏迪来试的 吃了两个星期之后 觉得OK的 因为收小了 而且没有那么厚 所以我今天再上来买 我想我这两年来说 塗了很多药膏 十个八个都有 消炎膏、淚膏等都塗了 用了很多药膏都不行 亦都去看过医生的 都不行 我没有想过 这几粒是叫敏感 幸好你们介绍给我 是的